哈喽大家好 欢迎来到哇拉艺术 那上个星期呢是上海的艺术周 大大小小的上海滩呢总共有40多个 一博会呀美术馆啊画廊等精彩的艺术活动 那我一下飞机呢就马不停停的去看了很多的美术馆的展览 那有一些呢确实非常的震撼 带来的作品都非常的精彩 有一些呢也真的是非常的烂眼睛 接下来呢我也会录一些视频去详细的给大家介绍啊 然后去讲解一下 那今天呢 那今天呢我主要跟大家来聊一聊 最为盛大啊备受瞩目的两个艺术会 一个呢是西岸艺术会 另一个呢是上海Art 021艺术会 那两个艺术会呢都是同期举行的 在上海有很多大画廊啊 两个艺术会都参加了 但是呢带来的作品是不一样的 那可能是西岸的时候 他会带来一个艺术家的各展 然后021的这个展会呢 他会去推出一些新的年轻的艺术家去推广他们 所以说有不同的艺术家的一个集合展 这种群展的形式去出现 可以看得出大画廊的积极性 还有他们的实力 因为这些展位费呢也不便宜 在我的走进艺术会的那个播放列表当中呢 大家可以看到 我有一些画廊会分别的拍出 他们在021的展位 还有在西岸的展位 大家可以看一看其中的不同之处 还有大画廊带来的不同的作品 上海Art 021艺术会呢 是立足本土放眼全球的一个艺术会 他今年参展的画廊呢非常的多 有134家 很多本土的画廊都参与其中 所以有很多affordable的作品呢 买气很好 而西岸一博会呢 一直都走着学术路线多一些 比较有策展的感觉 所以两个一博会 每年都以自身的特色吸引人参观 首先呢 我们来说一下西岸一博会的总结 成交额呢是绕不开的话题 当然呢都是非常的好 以一元为单位去计算的啦 首先我们要恭喜一下这些国际大画廊 例如高谷轩啊 好斯沃斯啊 白立方啊 还有卓娜啊 这些大画廊在首日呢 其实都突破了千万元的销售 其实很多的作品在展览之前呢 他给那些藏家发的offer当中呢 就已经能看到了 在catalog当中 他们都已经选过了 而且画廊的经理呢 他们都会开会 去决定这个作品要卖给谁 所以呢 其实你在现场 即便你有钱 有很多作品也真的拿不到 那具体这些画廊带来哪些作品呢 可以在我的 走进一博会的播放力表当中 可以看到我大概拍了二十几个画廊 我们可以看一下 他们带来的具体哪些作品 那本次西安一博会中呢 不仅画廊卖的好 所带来的国际的这种 大的知名的艺术家的作品呢 也是频频的高价成交 比如乔治巴塞利斯 《倒立的人》系列啊 《草线迷生无线的网啊》啊 安妮斯卡普尔的原型 那个镜面雕塑啊 还有路易斯布尔乔亚的雕塑 还有戴威·沃克尼啊 大卫·霍克尼还有孙上龙等等 那他们的价格呢 都在几十万到上百万美元之间 那对比来说呢 像中国的艺术家 例如赵无极啊 刘晓东啊 曾凡志啊 张小刚啊 徐斌啊 这些艺术家 不仅在整体作品的数量上 相对西方的艺术家较少 那在作品的价格 以及整体成交的情况上呢 也有明显的不足 好了 说完这些耳熟能详的 国际大开艺术家呢 我们把焦点回到本次艺博会上 一些年轻的国外的艺术家 那大多数呢 都是八年后 九年后 他们有来自欧洲啊 还有日本韩国的艺术家 那作品的销量呢 真的就是非常的好 非常的火爆 价格上呢 相对来讲也比较清零一点 都是几万到几十万之间 然后真的是买得起的一些作品 那说到这里呢 顺便一提艺博会上的一点小八卦吧 就是我在拍摄的时候呢 经常耳边会听到 艺术爱好者问画廊 这幅作品的价格是多少 那比如说这幅作品 是四十万把画廊回的 那艺术爱好者呢 就会非常惊讶说 哦那这么便宜啊 那然后继续想再问的时候呢 那画廊呢 就会冷冷的飘来一个字 欧 那这个欧呢 此欧非彼欧 不是欧 这个意思是欧人的欧 那这个价格呢 其实因为一个字呢 就会相差了十几倍 然后艺术爱好者呢 就默默的走了 那这种情况呢 其实非常的相见 就你也不知道 这个艺术家是谁 对吧 然后你这个作品呢 看起来真的是挺不错的 然后你问了价格 那你以为四十多万 是自己能付得起的 但是你突然加了一个欧次 真的是 把这个距离就拉开了 所以呢 当这些年轻的国际艺术家 就认识到市场之后 他们作品的价格 起不在就几万块 到几十万之间 真的是给一些 年轻的买家也好 艺术爱好者也好 一个收藏入门的一个开关吧 起码你不会因为它 很高昂的价格而退缩 那确实呢 很好的作品呢 价格超过了预期 你会非常的失落 那也谢谢这些国际大画廊 带来的这些国际年轻的艺术家 然后呢 把这个价位 拉开了另一点点空间 从几万到几十万 也能够让大家能买得起 让一些新的艺术爱好者呀 然后还有一些新的藏家 能够去入门 在一级市场当中 通过一个比较合理的价格 拿到一些作品 这些年轻艺术家的作品 不仅卖得很好 而且生殖的空间呢 也非常的大 那本次西安艺博会当中呢 国际画廊带来了 这些年轻艺术家的作品 全部都卖光了 真的是全部都卖光了 衣服都没有 由于现在还要去登记呀 抽签的方式才能够买得到 那接下来呢 我就挑一挑重点的几个画廊 给大家介绍一下 首先呢 给大家介绍的是 霍夫肯画廊带来的 六件美国艺术家 塞尔·戈麦斯的作品 那定价呢 都是在8万到10万美金之间 那平均价格呢 都超过60万人民币 作品呢 全部都卖光了 那这位艺术家呢 是1982年出生在芝加哥 那其作品呢 是用虚焦的方式描绘 其生活的城市景观洛杉矶 他用油画和摄影的方式 虚构了作品与真实之间 那完美地表达了 洛杉矶这座电影工厂的城市面貌 那同样卖光的呢 还有阿尔敏莱西画廊 带来的是92年出生 在美国佛罗里达的 年轻艺术家奥恩斯班的 个人项目 那此外呢 画廊还在上海的空间呢 同期的展出了 这个艺术家的 中国首次个展 班点狗 我也去现场拍了 有兴趣的朋友 可以关注我的 《走进画廊》系列 那无论是博览会 现场的9件作品呢 还是个展都被抢购一空 那其中大幅的作品 价格在13万美金 大约是人民币83万左右 小指幅的作品 例如新展当中的 班点狗系列呢 博览会现场也有 那小幅的作品定价呢 在3到4万美金 说实话呢 我真的是 没有太看懂 这个艺术家的作品 因为我在现场 有拍摄 它这个画廊同期的展览嘛 那展览 整个感觉是不错的 但是细看这个作品 我没有太看懂 它画的 这个感觉是半点狗 我觉得挺像中国的骰子 还有麻将的 然后呢 它的质感挺特别的 有兴趣朋友 可以关注我的视频 那接下来呢 就是白石画廊 带来的是 1984年出生的 小松梅宇 非常受欢迎的 日本年轻女艺术家 那不仅此次 西安带来的作品 全部都卖光了 以往画廊的个展啊 或者是博览会展出的作品 全部都卖完 那其作品呢 普通在几十万以内 也有超过百元人民币的 大幅作品 关于小松梅宇 这个艺术家呢 我觉得他是长得蛮漂亮的 然后呢 他有一次在香港的中环 好像是H Queen的 一楼画了一幅画 还是挺震撼的 当他在创作的时候呢 他是完全的 旁若无人的 就在 沉浸在自己的创作当中 网上应该可以找到 他这个创作的视频 还是蛮不错的 日本画廊 Nukakas是带来的呢 是一个日本艺术家 品子雄一的作品 展位上的八个作品呢 也都全部卖出 有一些媒体呢 说他的作品 在二级市场上的价格 是翻了五倍啊 十倍啊 其实我上网查了一下 并没有那么夸张 那其实呢 他只有一副作品 成交额是超过了 预价的十倍 在2016年的时候 加士德的拍卖 他的一副作品 大概是三万港币 那现在呢 在展位上 一级市场画廊 售卖价格呢 是2.5万美金 那算下来呢 翻了有十倍不到的 这个空间也是非常的不错了 目前呢 他的作品在一级市场呢 是供补应求 也是非常的火爆 然后据听说呢 这个画廊是怎么样 去销售给客户呢 是所有的人去现场登记 然后呢 他们用摇号啊 抽签的方式 卖给藏家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方式 因为他只带来了八幅作品嘛 那这八幅作品 想买的人肯定很多 肯定可能有几十个 那你很多画廊会直接给优质的藏家 那个优质的藏家怎么说呢 就是说你在他的画廊配过一些货啊 或者说这个画廊愿意卖给你 其实是挺不公平的 现在很多大画廊都有这个 毛病吧 也不能说毛病 人家愿意卖给谁就卖给谁了 你没有到那个资格人家不卖给你 你也不能说什么 那我觉得这种是比较公平的一个方式 起码让你有能够买得到的机会 那我朋友最近要去一个画廊买一个作品 也不贵才两三万港币吧 哎那个画廊让他配一点货 嗯 其实我跟你讲 爱马仕配货真的在艺术界不算什么的 在艺术界 你买画去配货的钱 要比买爱马仕要高的多 然后呢 我就真的非常的无忧 我就告诉他 你直接去别的地方去买就好了 你就不要跟这个画廊去买了 因为真的是有点不实在 那本来你作为一个年轻人 你没有那么多的钱去买艺术作品 你买的真的是 你喜欢这个艺术家 你买的是一个感觉 你买的是对他未来的一个支撑 但是你让他配货 配的是比你想要买的作品价格还要高的 那怎么支付得起呢 你只能不断地积累自己的财富 然后成为一个有名的藏家 然后让这个画廊才有机会卖给你这个作品 对 所以只能说买个作品也真的是非常难 那我们把焦点再回到西安一博会吧 那对比这些年轻的艺术家呢 国内本土的年轻艺术家的作品销售呢 也还是不错的 那例如风潮当代中心呢 带来的是1993年出生的艺术家张继 他的15件作品呢 也都全部卖光了 那其他中国年轻艺术家的作品也有出售 但不是全部都卖光 还有一定的差距 那不仅中国年轻艺术家 在一博会上的这个市场销售的情况有所差距 那国内本土的大咖艺术家的销售额呢 也没有国外艺术家卖的那么好 也是有一定的差距的 比如这一次在A馆一层非常好位置的一博画廊呢 带来了罗忠丽啊周春雅啊何多灵啊 等等多位重要艺术家的大件作品 据了解呢在一博会结束之后呢 只有何多灵的作品呢顺利的成交了 其他艺术家的作品呢都在洽谈之中 那无论是成交额啊成交率啊 经过统计来说呢 新安一博会今年的成绩都是非常的完美的 比去年啊往年都好得多 一博会的VIP首日呢 也真的是沸沸扬扬吵闹闹的 因为要做48小时的核酸嘛 每个人先要验麻 然后呢再进场 那一博会这样的制度呢也是非常的好 为了保证每个藏家的安全嘛 但是呢现场也真的是逃离不开黄牛票啊 然后还有一些网红打卡啊 那这些呢也是艺术爱好者的一个正常的行为 就像我也拍了很多的走进画廊系列的视频啊 走进一博会系列的视频分享给大家 年轻的藏家呢都是带着知识点来到一博会的 完全不会被忽悠 他们真的是拿钱来买作品的 他们来之前呢都已经是背书好 想要买哪一幅作品啊 哪一个画廊带了哪些艺术家 有一些情况呢 他们比画廊的那些实习生啊 或者说介绍的人员都更详细的了解 他们大多数呢都有海外的留学背景啊 在国外的时候可能看过这些艺术家的 个人展览啊 或者说美术馆的一些项目 然后呢他们这一次真的是直奔作品 直奔主题来购买的 所以呢现场的买气就非常的好 那现在有一些我们都不太了解艺术家的作品却卖的很好 其实背后呢都是有这些年轻的藏家在默默支持的 在一博会上呢也经常有一些不太懂艺术的人 会经常的去问画廊的销售啊 让他们去讲解也是非常的好的 去了解这样的途径 那我希望呢其实很多时候你去一博会之前 要自己的了解好 你想要看哪几个画廊 因为你每个画廊都走的话也是OK的 但是你要走几个小时慢慢的去看 当你着重的去看你关注的几个画廊 几个艺术家的时候呢 你可以细细的去评看这个画 然后呢你也可以跟画廊的主人呢 或者说一博会上的有一些单元 去对话的单元你也多可以去听一听 这样的话呢你看展的效率就会比较的高 好了那今天呢我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 关于上海OUT021一博会的总结呢 我会在下一个影片当中播出 在本视频结束呢 我会放映一下西安一博会当中 最贵的几个单价很高的作品 给大家欣赏一下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请订阅我的频道 接下来我也会分享更多艺术相关的知识 拜拜 感谢观看